好的,首先欢迎大家参加我们品圣网络学院,也是我们PS修图学院的周六晚上的进阶修图公开课 我是你们的主讲老师,我的名字呢叫做程海潮 在上课之前呢,先简单的进行一下自我介绍 我从2006年开始从事摄影后期,广告设计,商业修图,网络经销策划等工作 作品多次刊登国内的著名摄影杂志《金人像》 并获得了2009年度的全国人像后期挑战赛利主 广告呢,咱们一直很少打 想了解咱们学院的,可以百度PS修图学院 百度PS修图论坛,百度PS修图论坛 可以下载海量的教训资源 也可以在线的看我们直播课程,都是以前的啊 OK,我们想了解的客厦搜索去 接下来进入咱们今天的内容 今天咱们主要是讲书图 参加过咱们老课程的同学啊 就参加过往期的公开课的同学都了解 那么每一期的公开课呢 它都是有目的性的安排的啊 比如说这一期讲的是调色 下一期可能就讲修图 然后再下一期就可能讲书图 那么轮到这一期,我们来讲修图 我们先打开一张照片来看一下 OK,这个是我们的原图啊 原图,我们放那 我们给大家截个图 可能呢,你看直播,看的不清楚 给你发个截图,你就看的清楚了啊 原图是一个欧美的模特 原图是一个欧美的模特 它的皮肤呢,它没有上特别浓的妆 可以看到它皮肤上的纹粒 对于这样的,我们要保留它的毛孔结构 那么我们在修图的时候 最难的地方就是保留毛孔结构 但是还要不能破坏它 就是不能破坏什么啊 不能破坏它的结构层次 因为我们很多人在修图的时候 毛孔可能就修掉了 第二个呢,把毛孔保留了 可能它的脸的结构变形了 它原来呢,是一个瓜子脸啊 修完了可能变一个猪腰子脸了 所以说这就不行 所以说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修过的 进行到第二步的时候呢 进行到第二步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啊 已经比第一张 他刚才这个脸 要细致很多 看出来的同学回复一个一 第二步我们主要是把脸上比较明显的瑕疵 用中性灰解决 用中性灰解决 也是我们的加深简单修图 英文叫做DB修图 这个阶段我们并没有进行到调色 我们在修图的时候 要了解啊 我们修图是有几个步骤的 第一个步骤叫做 修层次啊 修层次 第二个步骤呢 叫做调节啊 调节 第三个步骤叫补色 补色 最后叫做渲染 修层次是最重要的啊 修层次是最重要的 这一步我们主要是 保留原来的结构 然后把毛孔也得保留 是不是 然后呢 我们第三步 就是适当的给它补色 第一步呢 就这个第二步呢 额头这块 如果这个眼力比较好的同学 可以看到额头 它保护度是比较低的啊 看着额头这块发灰 因为我们在用 加深简单修图之后 只要用我们的中性灰进行调整 它是一个五彩色 利用图头红红模式 以柔光的模式叠加上去 必然会让保护度增低 这也是我们中性灰修图的一个问题 小毛病吧 人无完人啊 我们工具也没有完美的 那么到这一步 我们就补上去了 你可以看到它的额头 是不是和周围比较协调了 看出来的同学回复一个一 它这个变化是非常微弱的 那么也是非常重要的 好多人都死在这块了 你刷皮肤可以刷出结构 但是颜色不同意 那感觉你这个片子还是比较低端 那么完美之处图 就必须要把额头 这块颜色给补上来 所以说我们第三段就补色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的渲染 我们也可以理解别的 按照你喜好的去调色了 所以说第三步骤 我们就给它 简单的做一个比较自然的色调 黄调子 这个片子就算完成了 对我刚才讲的没问题的同学 回复一个一 通过这几个步骤啊 我们了解了 修人像片的这个大体的流程 接下来我们就要从 每一步开始 给大家细细的讲解 在讲解的时候 可能涉及到的工具啊 这个对于新手来说比较难 因为我们直播的 都是进阶修图的公开课 不会讲什么PS 打开关闭啊 这个路径什么意思 通道什么意思 萌版什么意思 这些不会讲 所以说如果大家听不懂 或者听得比较吃力 那证明你基础比较薄弱 可以课下向我领取基础的教程 可以给你免费的学习 好的 我们现在呢 进入正轨 打开我们的原图 原图是一个IW格式 对于IW格式 认识的同学 回复一个1 不认识的同学 不了解的同学 回复一个2 如果不了解的同学说 不了解的同学多 我给你简单的讲一下 OK 看来有的同学不太了解 那么我们就先简单的说一下 OK 我们现在把一个这种格式 它后缀名称叫做NEF 它就是我们尼康的 所谓的IW格式了 我们佳能的 C22 C22 它的后缀叫做C22 索尼的还有它自己的 奥林巴斯 富士的都不一样 那么我们可以理解为 IW格式 它就相当于我们的数字底片 我们相机 默认的 它都会保存成GPG格式 那都是有损的 专业的淡粉相机 它都能选择一个 叫做IW格式去拍摄 拍摄完毕 保存的图片文件格式 就是肉格式 一文叫做箱子的意思 差不多 那么它什么意思呢 打包 把你所有的信息 包括我们ISO感光度 还有我们的SWN 这些打包 它的文件都会比较大 因为GPG 大家都知道是加缩的 如果你拍成IW格式 它的文件尺寸就非常大 一般达到10兆 20兆 30兆 不等 现在这个就10兆左右 OK 那么拍成这个格式 什么好处啊 它可以进入我们的 CAMERO里去调整 CAMERO 后面有一个IW 看到了吧 说白了 它就是针对我们的 IW格式 这样的一个调整的软件 其实这个IW格式 每个相机厂家 都各自推出了 属于自己的 这种调色软件 加能有加能的 尼康也有尼康的 但是由于各个厂商的 IW格式的编码不一样 从后抽取文件名称 你就知道了 刚才要跟你讲了 尼康是NEF 加能是CR 它们都是不同用的 利用尼康的调色软件 无法调整 加能的相机拍的 IW格式的文件 那么我们Adobe公司 为了解决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Photoshop 它是图像处理软件 而且是未图图像处理软件 就像素图 对应的就是处理 我们的拍摄的照片 比较多 所以说它为了让我们 更方便的去修图 那么在我们的Photoshop里面 开发了一个 专门处理IW格式的 这样的一个软件 它全称叫做Adobe Camera 那你也就知道了 它是独立于Photoshop之外的体系 明白了吧 只是把它集中在Photoshop里面使用而已 简称Camero 所以说当我们把这个IW格式 拖进CS5和CS5以上版本的PS里的时候 它都会进入这个Camero 在Camero里面 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调整 所以说我们在右边可以看到很多相机的设置 包括色温曝光等等 对我刚才讲的没问题的同学 回复一个一 OK 接下来我们简单的再介绍一下这个使用方法 那么它的界面呢 就中间是面板了 工作区 上边是我们的选这个工具栏 然后右边叫做调整面板 右边我们先看到 有一个色温 色温决定的冷暖 这个都大家应该都知道 色温正确了 我们的颜色颜色就会正确 色温靠什么来校正呢 色温一般呢 可以用我们 左上角 有一个叫做白平衡工具的 校正一下 白平衡就是由色温和色调 混合成的啊 我们在校的时候呢 用吸管工具吸取五彩色的区域 就可以校正色温 那么这张照片哪些区域是五彩色 一般来讲 人的眼睛 瞳孔 亚洲人的 一般都是黑色的 或者是眼白 都是五彩色 我们可以吸眼白 这样就可以给它校正了 但是有的眼白 它有些红血丝什么的 那么它吸一下 它可能也会偏色 所以说吸眼白的这个方法 大家记住啊 它只适合我们 这个背景 它没有五彩色 你可以用它来调整 如果你的背景有五彩色 比如说穿的是一个黑衣服 穿的白衬衣 灰色的衣服 这些可以优先吸衣服 没有衣服可以吸眼白 如果眼白都红眼病了啊 你可以吸它的眼球 但是大部分的眼球 它应该是有颜色的 哪怕亚洲人 它也是棕色的 所以说吸眼球最保险啊 吸眼白是比较保险的 那么吸眼白也不是我们主要用的 这没办法 吸完了之后呢 它的整个颜色 会较正一下 比原图的感觉会正一点 对我刚才讲的没问题的同学 回复一个1 这种方法是不严谨的 是不严谨的 严谨的方法是 让模特拿了一张色卡 色卡是灰卡 大家可以花钱去买 就在网上 摄影师应该都知道 我们应该吸灰卡上面 才能得到一个最准确的白平衡 好吧 接下来我们继续讲 好到这一步了 我们可以适当的加恢复啊 恢复是做什么的呢 恢复它是把我高光的细节 可以给你压暗一些 比如说原来的高光比较亮 我看着太突兀了 我们把恢复往右挑 可以让高光压暗一点 这样呢我们可以感觉细节层次多了 但是高光太暗的话 哎 它就没有质感 所以说原图的高光 这里我就不要动了 还有一个填充亮光 填充亮光是加暗部细节 那么往右调的话 它的暗部就会变亮 原来的头发啊 是比较深的 如果我们往右调 往右调 你发现头发这里会变得特别亮 而且它高光啊 尽可能的会保留一些 所以说填充亮光 是可以增加暗部细节 一般也不要用的太多 这张片子呢 我们要不要把它调成一个高调片 所以说我们要把它调暗一点 自然的填充高光 我们也不要动啊 然后有一个填充黑色 这个可以适当调一调 填充黑色在调的时候 我们可以按住ALTOUT键 按住ALTOUT键 往右边调 当画面上出现黑色的时候 你就撒手 画面上出现红黄绿青 这些都是原色 出现原色的时候呢 它指这个区域出现了最纯的颜色 一般来讲我们也不用理会 只要画面上出现一小块黑的时候 就撒手 你发现这块瞳孔 这块出现一小块黑 就别动了 就证明加到这一块 对于这张图来说 已经有暗部了 它已经有暗部信息了吗 我们就可以不用动了 就别再动了 就可以了 就证明这张照片的暗部 已经归位 对我刚才讲的没问题的同学 回复一个1 亮度可以适量的 再降低一点点就可以了 对比度比较动 我们直接打开图像 打开图像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五彩色模式 也就是给它添加一个观察组 变成黑白的啊 直接添加调整图层 找到黑白 在黑白模式下面 我们可以观察一个照片的明度层次 明度层次我们调好了 这个照片的层次也就完美了 然后呢 打开我们的黑白 降低里面的红与黄 降低红与黄 相当于对皮肤明度进行降低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皮肤上一些问题 如果降的特别暗的话 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质感也是非常强的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方法 去调色的 我们可以把一个 皮肤比较自然的模特 给它调成老年人 是不是 调完了也变成这种 非洲人都可以 当然了 这种方法呢 只适合我们 调那种硬朗的 高的低调片 你看调完了 就跟那个那个 平民哭里似的啊 这效果咋样 对我刚才讲的没问题的同学 回复一个一 他的高官会保留的啊 OK 这里我就不给你玩了啊 大家刻下自己研究研究去 因为现在我们还是按照正常模式去看的 当我们把它的明度 降到比较低的时候 它会涂出脸上的问题 原图在彩色模式 我们可能看到 它的皮肤还是比较好的 但是在黑白模式 我们很轻易的发现了 它的额头非常不均匀 那么我们再打开我修好的图 大家来对比一下 OK 通过我们看修好的图对比 我们发现 我们发现 修过的图 它的额头 非常的自然光滑 并没有那种啊 非常脏的部分 看出来的同学 回复一个一 OK OK 接下来我们来解决这些问题 在调的时候啊 我们是可以加大 红与黄 那么让它的正更暗 也就更突出这个色斑的 但是正常我们在修的时候 不应该调的太低 调的太低的话 就容易失误啊 调的太低 我们在擦的时候 就容易有 这个比较大的差别 一般我们正负不要超过20 啊 你看我的正负 负11 下面黄色是负14 这个数值就比较不错 我们再点击背景 按住ALT OUT键点击新键空白涂层 模式选择柔光 勾选填充柔光中性色 点击确定 找到画笔工具 用白色画笔工具 前定色设置为5左右 不透明度为780左右 白色画笔工具擦 在擦的时候 我们先观察原图结构 任何图啊 任何物体 它是有结构的 它只要处于光的环境 那必然有一些高光 暗部和阴影啊 那么这个 鼻梁这块是个高光 然后呢 脸的颧骨这块是 啊 然后鼻侧面也有 嘴角 这些都是亮的区 这些高光我们在调的时候 不能把它修平 要保留它原来的 这个结构过度啊 所以说我们先修额头 额头仔细看的话 你发现这一块 你看这一块是比较暗的 有一个跟心形一样的造型 我们一会儿要先把 中间这个区 给它简单 让它和周围 构筑协调 由于额头 它不是特别复杂 所以说我们可以 大胆的去涂了 但是涂的时候 把不透明度 要设置为5左右 这样我们可以多涂几下 也不会图过了 不完的话你设置比较高 你鼠标一次就把它调的特别过 用数位板带修图的时候啊 这个设置还和鼠标是有区别的 这个咱们VIP课程里也会有详细的介绍 咱们公关课里就不讲了啊 OK 现在我们就对比较暗的区域进行简单 比较亮的区域我们进行加深 这就是地壁修图 中性灰修图 通过加深简单 我们让额头过渡自然 额头它也是有结构的 一般情况下 你只要修的 有一点弧度就行 均匀一点就可以了 但是修一些 也有这个男性 硬朗风格的气质的片子的时候 你是可以把下面 这个高光提出来的 有一个结构 这个咱们就不详细的去说了啊 女性柔美一些 所以说我们也没必要把结构 给它刷得这么明显 OK 在修的时候啊 这块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深色的区域 在彩色模式看 它是一个黑色的条是吧 它这个区域啊 可能由于皱眉引起的 我们不要用中性灰调整 一会用手动的用修补工具去给它解决 好吧 OK 现在呢我们先看一下额头 调整之前调整之后 给大家看一下 用中性灰调前调后的区别 看出来的同学回复一个一 用中性灰完全完美的修出来 这是比较难的 我们现在就是减弱它 一会我们还要用分屏修图 给它解决 就相当于我们用手动 加自动化的这个修图方法 去修完一张照片 完全手动用中性灰不是不可以 就是太浪费时间了 这张照片没有两个小时也修不出来 OK 我再把这个重点的暗部小暗斑 适当给它简单 OK 顺便把下边 沿角周围这块 过渡一下 在我们的全股这块 它有一块比较深的小条 我们要把这块给它简单 缩小画笔 中间这块适当 多简单一些 让这里有一个高光结构 修完的效果 调整之前 调整之后 能把画笔调大一些吗 我在调的时候 画笔要随着 这个我们要调整的区域的大小 去缩放的 当然我们是可以把整个图片进行缩放 Ctrl加空格键 按住鼠标左键 左右移动 就是放大缩小 按住 Ctrl键 加空格键 加鼠标右键 按住Ctrl键 加Altout键 加鼠标右键 左右移动鼠标 可以调整画笔的大小 处理多大的问题 需要把画笔调整到多大的范围 比如我处理这个小眼角 我就把画笔调得特别细 这时候你可能看直播 看不太清楚 不过你要了解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修鼻梁 那么我修高光的话 我肯定这个画笔跟鼻梁高光差不多就行 一般要比我们要处理的去大一点点 一般要比我们处理的去大一点点 对我刚才讲的没问题的同学 回复一个一 看着着急 我修的不着急 你看着还着急 是不是 咱们做这行的就最 最不能做的事情就是着急 就得坐得住 有时候一张图得修几个小时的 修一会儿歇一会儿 闭目养神 歇十分钟你再看一看 有时候如果你老是修图的话 你的眼睛啊 它就会比较 不稳定了 你看什么东西啊 有点花 看不到这些细节了 你就容易出错 所以说我们歇一会儿 反过来再缩小看一下整体 你看这块特别亮 你可以用黑色画笔工具给它加深 几步去加深就完毕了 现在我的画笔就是调的是比较小的啊 你可能是看不清这也没办法 我画笔调大了 它就修的不是这个细节了 是不是 你看这块 当然了我们修图的时候啊 好多人都会用中间灰 也会用双曲线 毕竟网上有很多教程 但是呢你按照它的方法修出来 它这个图就不自然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你没有懂得了解 基于修图背后的理论啊 比如说你要修脸的时候 你必须得了解这个骨骼结构吧 你得知道这块是骨头啊 颧骨的位置啊 还有肌肉的位置 苹果肌什么的 这都要了解一下 你了解了之后 你修出来它就自然 就不会把这个肌肉修平了 是这个道理吧 随着我们在修的时候 有的同学可能不太了解我 为什么这样图 这是因为你不懂素描 学修图 素描 摄影 化妆 造型 这些都要懂 特别是修我们的这个商业图啊 那么你懂得素描了 我们就能找整体结构啊 懂得摄影了 你就能刷一些基本的光影 你懂得时尚了 那么我们修出来的色彩 那就符合我们客户的要求 毕竟我们修出来肯定都是一些模特啊 甚至一些明星 如果普通的这个老百姓啊 你就没必要得考虑这些问题了 你怎么修都行 当然了 如果你是艺术家啊 就喜欢创作 也可以按照自己的风格去调 总之呢 我们都是用这种加成解难 去解决从此的问题 这个也是不能着急的事情 最长的一张图 我修了一个星期 是一个明星 修完了这张片子 相当于一万多块钱一张 当然了 还是好几个人修的 不是一个人修 我是负责修图 还有人负责合成什么的 所以说高端的4A广告公司 他把每一个 这个设计师的 特长都发挥到极致啊 如果你擅长修图 你就负责修图 如果你犯长擅长调色 你就负责调色 把每一个设计师的特长 结合在一起 那就是一个超完美的作品 调整之前 调整之后 看出来的同学回复一个一 通过调整 他的细微的结构 已经被我们给搞定了 他的变化可能是非常的微弱 但是你仔细看 绝对是有迹可循 接下来那就是重点了 我们既然解决了一些比较明显的问题 我们接下来要用自动的办法 去解决一些肉眼不太容易观察的问题 能够观察到的 它就是明显的 我们手动用画笔 用中心灰解决 观察不到的 观察不到的 用分屏解决 用分屏解决 直接隐藏黑白 Ctrl Shift Alt加E 盖印 盖印完毕之后反向 Ctrl加I 混合模式改成线性光 打开黑白 点击图层2 找到滤镜 其他高反差保留 高反差保留 我们可以设高一点 设置为三尺 三尺高了 改小一点改成24 设置为24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整个脸 它这个大的光影结构 不要看纹理 也不要看明显交界的区域轮廓 你就看颧骨 你看这个阴影过度是非常的柔和 那就可以了 点击确定 调整之前 调整之后 找到滤镜 模糊 高丝模糊 改成24 分屏 它是基于一个分屏理论的 在VIP课程里面 咱们有详细的介绍 我在公开课里面 我就不去讲了 它这也是属于我们核心技术 我们直接的添加蒙版 找到Ctrl加I 反向蒙版 再找到画笔工具 用白色画笔工具 涂我们皮肤 涂的时候 不要涂哪里 不要涂高光的结构 明显交界的区域 这些不要懂 比如说 这块高光 我一擦 它就会暗 你看 所以这个高光 我尽量不动 高光不动 那它可能不均匀 那怎么办 一会手动的去修 用助理灰解决就可以 接下来我们隐藏黑白 再次盖印 再次反向 火候模式现金光 找到黑白 再次点击 高反向之后的图层 高反向保留 半径改成18 找到滤镜 高丝模糊 改成18 再次添加蒙版 反向它 找到画笔 擦这个区域 还是擦脸 这次我们树枝小了 我们是可以擦高光了 但是眼球还不要擦 你擦眼球 它这里就会发灰 接下来呢 我们 该我干啥 我们要增强它的结构 增强它的结构 分屏 它也有问题 比如说中心灰 它刷出来呢 它的皮肤会掉色 这个是不可避免的 分屏 它也有问题 分屏的问题不是掉色 分屏的问题就是皮肤 轮廓会减弱 会衰弱 比如说原来的结构 有特别明显 分屏完毕之后 它的结构减弱了 这时我们需要增强 增强我们可以用 中心灰或双几线 这里我用中心灰解决 按照ALT 奥特件 点击新件空白度层 模式构选柔光 填充柔光中性色 找到画笔工具 接下来我们要对高光的结构 进行增强 白色画笔 普通频度为5左右 流量为80左右 对B量高光 进行涂抹 宽一点的画笔 涂一下 窄一点的画笔 涂两下 这样涂一下就可以了 注意高光和周围过度 一定要自然 不然的话 它就特别突兀了 我们可以放大一下 你看鼻头 这一块 它有一些小黑点 我们可以用 普通频度为10左右的画笔 一点一点的去解决 现在这些特别小的细节 它是用分频无法解决的 必须要用中领灰或双曲线 慢慢的调整 把它简单和周围和谐就可以了 ok 调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有时候我们要把普通频度再调到3左右 这个级别非常小了 是吧 用百分之 普通频度为3左右的画笔去图 就可以把这个鼻子修得更细致 一段高光 再给它优化一下 这里有一个特别深的点 这里有一个特别深的点 这个特别深的点 以后我们要手动的去解决 对 这个用手机软件快是吧 APP 美图修修 几秒钟就可以完成了 但修出来呢 就跟鬼一样啊 咱们是商业的啊 是专业的 是修杂志用 是修户外广告用 它必然得精细 所以说你有可能修的是一个明星 也可能是一个大模特 如果你把它的皮肤 修的不是特别的完美 做的特别大的时候 这个户外的广告 那一下子就看出来 如果你去过美容院啊 或者是一些 这个洗减锤的地方啊 都能够看到一些特别大的这种啊 特写 主要是发型或者造型 而且他们的皮肤纹理 也是非常均匀 这些都是一个毛孔 一个毛孔的修出来的 我们也叫做高博真修图 修一张呢 几百块钱起 高端的几千块钱 顶尖的明星那都是上万 修一张图 所以说你可能是用七天 一星期修一张图 但是你可以一星期赚一万块钱 也比在座的大部分同学赚的都多了 当然了 这是属于我们高端的那种啊 商业修图技术 所以说步骤 它必须一点 每一步不能落 这样才保证那个质量 好多同学修好几年图了 但是也就会一个自动摸皮 图上概印 修出来的纹理啊 也不自然 所以说你的图 也就只几块钱 我们不要做几块钱一张的图 因为我们这个修图 如果你不去进步 老是修几块钱一张图 我曾经遇到一个 40多了啊 号称国内第一批用PS的人 他肯定比我用PS 用的时间比较久啊 但是他还在用图章去修皮肤 修出来的皮肤啊 它是没有细节的 非常假 我问他为什么要用这个图章修啊 他就说速度快 客户喜欢 哦 那我就知道了 原来他的客户都是属于影楼的 因为他客户都是几块钱一张 几块钱一张 你给他这样修 你这些普通老百姓他也看不懂啊 你给农村的 给他要几百块钱 几百块钱修一张照片 他也修不起 是不是 他只能在他们的这个县城混啊 县城一个小照相馆 待了20多年 老员工啊 一辈子也就这样了 所以说如果你想 这个到一些大城市发展 或者是想创业 想未来成为老板 想占领这个行业的最顶尖 最首先你技术 必须得达到差不多的这个阶段吧 这个技术啊 它是一个饭碗 它也是一个兴趣爱好 如果你认真对待它 是吧 你肯定也能收获到很多 大家一定不要嫌麻烦啊 第一个就是心态啊 第二个呢 就是耐心 然后就是细致 所以说很多女孩子 做这个行 他能够坚持下来 这个男孩子就喜欢运动啥的啊 坐不住 你说你40多了 你还修两块钱张 两元一张的图 你还买不了房 你还买不了车 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当然了 如果你想改变 多大年龄都可以 毕竟啊 时间它不会往回走 你的年龄也不会往回走 所以说我对我的学员 那就是尽量不要做一些低质量的作品啊 尽量不要做一些低质量的这个这个圆图 用一些高质量的圆图去做 我也会给他们提供的 这个VIP VIP的资源里都会有 那么我们用高质量的作品 高质量的圆图 用高质量的高端的技术 修出来 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品 那么用这些高端作品 就有可能是你成功路上的 敲门砖吧 这就是以后你找工作的作品 是吧 找客户的作品 我们不要求多 我们要求精啊 一炮而红 是吧 就讲究的就是这个 你修一千张片子都是垃圾片 一天修一百张 两百张 你也是个垃圾啊 你就是混口饭 所谓的设计民工 和这个真正的这个班专的民工 没什么区别 你也不是什么修图师 也不是什么设计师 你要用十天修一张大片 然后这张大片 让你在整个行业里面都轰动了 那你不就瞬间成大师了 好多这个 就像那个这个 音乐界似的是吧 好多歌手 就靠着一首歌而红 是吧 我们修图就要求精 哪怕我跟你讲的是公开课 不要钱的免费给你上 我也尽量啊 能够把我能说的啊 这些技巧都交给你 毕竟好多的 其他学院的这个 VIP课程 还没有我公开课 讲的东西多的 还没有公开课有料 是不是 如果你听过其他学院的公开课 应该有这个感觉 我不想浪费你们时间 我也不想浪费我的时间 我这样修一个小时 我认真的修 可能就是增加了我的经验了 我就练习了一遍 如果我草草的对付你 或者是你也应付我 那互相忽悠呗 那其实没什么意思 通过我简单的这个调整啊 用了二十多分钟吧 我就把皮肤上一些 比较明显的瑕疵 重点部位的啊 都给它过兑了一遍 特别是头发这一块 大家可以看到 看出来的同学 回复一个一 不要嫌麻烦 不要嫌步骤多 修出来绝对是特别精致的 你要想突破瓶颈 一定要认真 一定要认真 第二个呢 一定要努力学 把我现在教你的东西都记着啊 如果实在看不懂的同学 记不住的同学 一会儿课下之后 我还会给你 录好的视频的 咱们的试 咱们的这个课程会高清录制 你可以反复下载学习 如果还学不会 想系统学习 掌握核心技术 数据调修与仿色 你可以报名咱们的VIP课程 今天是双11 咱们的课程也不打折 过完双11会涨价 所以说基本上我只能 保证你报名我不涨价 咱们也不像马云那样啊 忽悠你 让你剁手什么的 咱们这就是 不会羊毛出出在羊身上啊 因为我是办这个学院的这个创始人 我也是老师 就相当于我是 自己创业吧 以前我在公司 交别人的时候 我们公司 他也是有培训这个项目啊 一般都是六千多块钱人民币 起 而且学期是一个月啊 会不会也就一个月了 但是我现在自己出来单干 学费非常低 只要一千多块钱 一千多块钱人民币 而且是终身的啊 可以反复学习 学会为止 不管你多大年纪啊 不管你是笨还是聪明啊 都能学 因为我们是可以反复学习的 你说你懒是吧 今天这个月不想学你下个月学 当然了 特别懒的人也就别报名了啊 报名也是个雷瑞是吧 所以说我找学员呢 他我我其实比较挑学员的啊 不是说谁报都行 毕竟没切 我只能是 交固定的几个人 太多了 我顾不过来 我也是为了保证课程质量 也不是说你报名之后 就给你一个视频 让你自己学去啊 这样的话 我咱们的学费可以做到非常低 但是我们一定要 以在线授课为主 视频授课为辅 视频授课为辅 只有能够每天和你直播啊 每天和你和你一律律的交流 才能让你快速进步 收拾文络 这是咱们学院的 这个这个核心思想啊 最具时效 时间就是生命 你能够在比别人短的时间内 学到核心技术 比别人先找到好的工作 抓住商业机遇 你就比别人先成功 时间就是生命 你比别人快 哎 你是吧 你就比别人节约了生命嘛 别人花了两年 自己研究 也研究不会 你花了一个月 你就学到了 比他两年学的东西还有多 你是不是比他多活了两年 OK 这一块去 它是皱着霉的 我们不透明度去高一点 修的时候认真一下 把这块修一下 我不能把它修的特别平 不安的话 它这个皱霉的结构就没了 这个表情啊 也就不自然了 修图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这些的 整个肌肉都是连动的 这个公开课 我不会讲的特别多 包括什么 素描啊 人体结构啊 这些我都不会讲啊 所以说大家呢 如果想系统学习 那课下就找我们的课服 咨询一下咱们的VIP课程 今天报名 我们还是可以 给你按 没涨价之前的特会价格 咱们的学费从来没有降价 每一期都在涨价 ok 接下来呢 我们隐藏黑白 看一下效果 调整之前 调整之后 通过我们的调整 已经让皮肤非常的自然了 而且保留了大的结构 看出来的同学 回复一个1 点开放大看一下 点开放大看一下 看出来的同学 回复一个1 其实我们刚完成60%啊 他嘴角这些区我们都没修呢 你看这些区一定要慢慢修 看看这些区 тре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全体它之后复制出来 Ctrl加J再复制一个 把复制出来的第二个剪辑进去 Ctrl加T把它往右边移动一下就行 添加蒙版反向它找到画笔工具 用白色画笔工具擦这块 不透明度为50左右 你看这是咱们擦出来的 项底它的不透明度 这块我们再用中级灰慢慢修一下 额头这块单独用中级灰条 你用修补工具修补完毕之后 它可能不是特别干净 看着 所以说要用中级灰条 调整一下明度 OK解决了 接下来我们可以找到秀补工具 把脸上比较明显的斑点 给它直接去掉就行 比如脸上有一些黑色的东西 一般是睫毛膏掉脸上了 或者是白色的东西 也就是打的化妆品 我们都可以给它修掉了 你看眉毛上这些是吧 一般留着 眼球这块也要调 眼球这块也要调一下 再用中级灰刷一刷眼球的结构 中间这块我们适当的简单一些 感觉更立体 OK 最后我们再概念一下 接下来我们再看 它的额头这块掉色的情况 由于咱们VIP课程才有补色的教程 咱们公开课就不讲了 大家如果想了解的话 课下咨询VIP课程 好 那么不补色 咱们就直接的添加一个色相保护度 调色 勾选着色 火候模式改成黄 明度往右调 再把我涂层火候模式改成颜色 色相这块改成黄色 黄调 降低不透明度 到3%40% 加点保护度 这个调子就出来了 调整之前 调整之后 快速旋体高光 Ctrl Alt加2 添加曲线 S型曲线操作 高光明显一些 接下来我们要调头发 头发我们要调出一种油润的感觉 这种油润的效果 对吧 这个你看这高光线都多明显 那么这个调整的方法是怎么调的呢 OK 我们先添加一个曲线 压按一下 压按完毕 点击曲线蒙版 找到画笔工具 对脸的结构这块 擦一下 就头发了 头发是有高光的 不得明显调到36 高光的地方 我们多刷两笔 好 接下来我们再次盖印 盖印完毕反向它 火候模式先进光 滤镜其他高板插保留 你半径调高一点 调到60 60太高了 36吧 30差不多 滤镜模糊 高丝模糊 改成30 调到之前 调到之后 他现在看的就干净了 在天天蒙版 找到画笔工具 把脸擦出来 脸不需要用这个方法去调 手腕面有修呢 时间有限 这里我就不调 不讲了 待在客厦呢 去自己去修许啊 接下来呢 再添加一个空白涂层 找到我们的渐变印射 四周加一个黑色 加完把火候模式改成柔光 降低它的不透明度 那就可以了 它头发这块质感就出来了 然后我们再添加一个色相保护度 红色降低一点 为了让皮肤均匀一点 主要是集中在左脸这一块 不透明度为50左右的白色画笔工具 擦一下 最后再次盖印 再次复制出来 火候模式 柔光 绿镜 模糊 高丝模糊 再降低它的不透明度 就行了 对我刚才讲的没问题的同学 回复一个一 如果课下哪个同学 想要咱们今天视频的录播 只要给我五颗星好评 再加十个字以上的评语 就可以获得今天视频 还有高清的IW格式的圆图 与PSD的大图 如果哪个同学想了解咱们VIP的课程 可以加我们报名处的QQ 3898-0118 今天报名可以享受我们特惠价格 就是按照我们每涨价之前的价格 1999元 而且是限量终身VIP 预约同学呢 可以按照更低的价格 具体呢 可以加我们客户去了解 而且现在报名就是限量的终身VIP 可以终身制学习 反复学习 学乎为止 终身VIP后续增加的所有的收费课程 全部免费获得 课程持续更新 每一期都会有新内容 最重要的是 咱们有核心技术 数据调修与仿色 学会了数据调修与仿色 你就可以模仿任何作品 不管是谁的片子 只要发给你 你就能够分析并模仿它 你就像武林里面 会吸行大法的这个武林高手一样 谁的武功高强 你都可以给他吸过来 OK 知识改变人生 选择决定命运 PS修图学院 绝对是你最正确的选择 同学们 我们下周六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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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